其實他都會怎麼樣 都一定會有 input 只是說這個雙引號這裡面的東西 其實將來是不要的 只是說因為我們第一次練習 我怕你們會不知道 因為常常有同學 把程式執行之後 然後就是待在那邊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沒有加這個訊息的話 你把它執行 你會看不到東西 所以如果我們將來考試的時候 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所以請各位注意 一定要把這些刪掉 只是說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加一下沒關係 因為如果說你執行 你會發現這空空的 像我常常我也是自己誤會 奇怪 要幹嘛 原來是要輸入東西 但是因為inputs後面 沒有給一些任何的敘述 那你不知道原來就是在下面輸入 我只是說因為 為了讓你們不要好了解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轉型部分 一般習慣我們是把它轉成4 因為我已經知道是浮點 可是會有個問題 就是他如果今天他不是浮點 他可能是整數的話 那也會變成浮點 所以 但是這個地方其實是OK 是不會 但是如果說以後的話 你不確定說你的資料來源是有沒有小數點 或者是整數的話 那有一個方法 你不要用float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 叫eVal eVal 那eVal其實就跟那個 如果你們有使用以色的函數 應該知道 函數裡面有個Value函數 那這個Value函數其實主要就是說 我看了一些網路上人家說明 我覺得這個 我把它理解成這樣 他input可能就是一個字串 比如說他輸入的時候是23.14好了 OK 那因為input會是一個字串 那這個eValue 他實際上他並不是說幫你轉型 而是只是把這一些符號給拿掉 那保留中間的東西 OK 那其實也類似是轉型的 意思說我不要有外面符號 那表示他就已經 不管你是浮點也好 或者是整數也好 反正拿掉 那他就不是字串了 等同就是轉型 OK 所以另外有一種敘述方法 如果你不用float的話 你可以用eValue 這個的話他就比較不會是 管他是int也好 或者float也好 因為如果是int 前面我們有講過int int是轉整數 float是轉那個 有小數點浮點 那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那不如怎麼樣 你乾脆就全部改成eValue好了 否則的話 有可能他如果要求的是整數 那你轉錯了 那就麻煩了 那可能形態就不對了 所以另外一個 假如不確定哪一種形態 不是int或float 那你乾脆用eValue 這兩用都可以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轉型 至少有三種做法 int 不過int轉完 就是一律浮點 就是小數點一律不見 對不對 那float是一律都保留 那 那個 這個eValue是不管了 反正你給我是整數 那我就保留 你給我是浮點就保留 所以 用eValue好像會比較 比較恰當一點點 OK 好 大概知道一下 那這樣的話執行 我們這一題應該就OK了 就這一題的話 如果你考試 假設 寫這樣子 那大體上就沒問題了 剩下來就是說 你可能就是 再加個註解吧 我前面講過 就是你可以在這邊打一個 輸入 四個詞 然後呢 第二個也許這邊就做一個註解 就是格式化輸出 大概這樣 就是再加一些敘述說明一下 不過特別說 這個註解是我個人的習慣 因為有時候打完 如果沒有註解 我會覺得好像空空 好像就有一件事沒做 那考試的時候不用 考試的時候 你不加註解 跟加註解 結果是一樣的 因為不影響成績 OK 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那個證照的 第104題 那104題裡面呢 基本上 它漲的就是 裡面要做什麼 圓形面積計算 OK 那其實道理很簡單 他說要什麼呢 要輸入10的話 就要告訴我 這個 裡面有哪些 第一個 它的半徑 實際上就 不過它沒有敘述 他說 應該就請輸入半徑 那如果輸入半徑之後的話 你就把它的半徑給輸出了 那輸出半徑的話 還有哪一些地方要注意哦 你會發現呢 前面好像有個空白 這邊也有個空白 特別注意哦 空白是絕對絕對必要的 插一個空白 結果是不一樣的 因為像我剛開始練習這個說 奇怪怎麼我每次做 怎麼還是錯 好像鬼打牆一樣 後來我發現哦 原來 他會看你空白有沒有空 沒空就是算不對哦 哪怕是你程式一點錯都沒有 也是錯誤 所以有的時候 好好注意一下哦 所以這邊的話一個空白 這邊一個空白 然後另外的話呢 小數點要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所以哦 你這邊要格式化 那就是用format 有沒有 大瓜五帽 點2f 點2f就好了 那前面他沒有要你 空 像剛剛是七個字嘛 現在沒有 那你就不要去做哦 那這邊一樣小數點的第二位 這邊一樣小數點的第二位 那分別計算什麼呢 分別計算他的輸出第一個半徑 你輸出的東西 他直接輸出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你的周長 周長等於多少 那周長的計算公司是什麼呢 就是 2πr嘛 那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直徑嘛 直徑乘以π啦 OK 就周長的意思 那一般就被2πr嘛 π就圓周率嘛 r就半徑 2πr就對了 2πr 那那個面積 面積怎麼計算呢 半徑的平方再乘以π嘛 或者π乘以那個半徑的平方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可能會需要第一個我們要知道π 那你π你不能說我背3.14159 對對對不是啦 他沒有要你背那麼多 他要你怎麼樣 是利用一個叫Mass的一個類別 這個Mass類別 你必須要外部把它input進來 所以可能開頭第一行一定要input 所以這一題可能就考你會不會input 這個如果你有用過其他語言應該知道 就外部反正這些 這些類別或這些模組 它在外面你要把它掛進來的話 那這個所謂掛進來就預設它沒有給你這些函數 比如說你要取得π就用Mass點π它就出來了 那如果你要平方 比如說那個算面積的話 要π的π乘以r半徑的平方的話 平方就用那個Mass點paw 然後幾次方半徑斗點兩次方 那就可以得到結果 那我大概也知道這個題目並且輸入 好我們來demo一下 反正做完之後 一樣我會示意給各位看 打開這個已經做好了 反正後面大概大致上都一樣 第一行一定要input MASS 因為我要取用什麼MASS點π 跟那個MASS點π 不過這個地方也可以相承沒問題 那我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假如說我今天輸入一個 不過你一樣啦 input沒有東西 不過你要知道其實應該 我是覺得它題目為什麼不 反正就是多一個請輸入半徑 這樣比較這個UI會比較friendly一點吧 不然的話感覺到底 因為我常常執行之後 奇怪這要幹嘛 原來是要輸入10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請看一下這邊有沒有 輸入10 所以慢慢要習慣這個 這個考試其實也是要讓你知道說 你的規則在這樣 你也不能 是不是正照考試也不能出的太友善 太友善大家都知道一下都學會了 那考試搭 大家都100分 太簡單也不好 不過我覺得這都不是障礙啦 這種障礙沒有意義 應該設計比較友善一點 因為這樣的話 所有人都很快就能夠接受 那這個考試每個人都可以去考 可能連小學生都考過的話 那這樣的話大家都很厲害 連小學生都開始 城市都下下教那不得了 他從小就培養 以後長大之後 想學什麼就學什麼 台灣以後未來都不得了 哪個地方 所有東西 其實很多外國人來台灣 都覺得台灣科技不得了 因為他們覺得說那個 台灣怎麼這麼進步 很多東西就這麼閒 你不要以為國外都這麼閒 沒有 台灣像Wi-Fi很多人 台灣怎麼到處都Wi-Fi 而且免費了一堆 他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國外很多Wi-Fi都要錢 而且還不開放 像到日本好了 沒有free的Wi-Fi 即便有也相當不好用 好容易斷線 我乾脆用我自己算 像那個JR 新代線上面也有 人一直斷一直斷 我乾脆我用自己的好了 有跟沒有不也一樣 另外的話 其實台灣還有很多東西 像那個新加坡人 他找我 問我說有沒有幫他介紹工程師 他說哇 你們台灣工程真的很讚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薪水便宜 沒有 他這個之後才講 他說這個你們能力很好 最後呢 又 他說以他們當地的價格 大概至少請四五個五六個 應該都沒有問題 所以 而且能力又好啦 所以也許你們可以嘗嘗看 就是把自己國際化一點 也許就 到 嘗嘗到國外發展也不錯啦 那 也就這部分 如果以後大家可以學得不錯 那主要就輸入一個 我們這個數字是enter過 然後我們把剛才最後結果要看到 主要看到什麼呢 看到那個 要把什麼呢 半徑秀出來 再弄一次 好 輸入一個10 enter 有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那特別注意哦 這邊要空白 要小數點的第二位 其他 那請各位也許先看過啦 那題目其實他沒有什麼太特殊的 大概就這些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 看一下 那這一題基本上比較特殊 特別的就是 會多需要一個mass mass的一個類別 那這個類別的話 就是input之後 取用它裡面的π π的這個屬性 透過這個π的屬性抓到圓周率 所以這部分的話 也許可以自己先試做看看哦